今天我来到这个练习室就是学打鼓 我学打鼓也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半年吧 不过上的课不多 因为之前一直都特别忙 然后练习时间也特别少 就是有空才会来上一下课这样子 最近有练习的歌曲 因为之前我们新歌发出来就是那个 木木天选职场 发出来之后 然后我也给老师听了 然后老师说 哦不错要不你就试一下打吧 然后我就啊是吗 要试一下嘛 然后他就听着那个我们的歌 然后把谱子写了下来 把谱子写了下来之后就让我去练习 然后现在还是练习的状态中 刚刚老师说了我一些不足的地方 先是我16分的这个部分有时候会不太准确 就有时候快了一点点或者慢了一点点 然后还有就是 他说打的还行 但是就是在练习一直打的时候 有时候会突然就是 会有那么一点点变化就是 应该要一直继续的 一直保持一个节奏 但有时候就没有保持 然后就有中间 就是拍子有变换的部分 然后就是变得那个间接 不是衔接的很好 然后其他的还行 然后所以还是 还是要多练习 对多练习 没错是这样 对确实挺难的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歌曲这么难 然后我也会 加油努力 对好好学习 天气下上 是的 就是刚刚我老师教了我Dance Break的这个部分 其实Dance Break的话 刚刚老师就因为 我学的不是很久 所以他就是弄的比较简单的 就跟着那个 歌曲原来的拍子去弄的 但他说如果我以后再学好一点 就是更有进步的话 其实Dance Break这一段 可以弄一段打鼓的solo 这样会比较帅一点 Dance Br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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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终于 OK 然后以后我也会尝试更多的 歌曲 不过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了 其实因为 今天也是有因为说 想拍一下自己的那个 平时学习的样子后才 努力的一直学这个歌曲怎么打出来 因为平时的话 我就是说实话其实是有点 怎么说乏味 就是因为我平时练习跟老师就是 他可能从一个就是拍子器从60 然后70 80 90 100 然后这样的速度一直往上升 然后每个比如60也练10分钟 70也练10分钟 一直练一直打同一个节奏 然后也就是这么练习 就基本功是有那么一点无聊 但是没办法 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以后我也会一直继续 努力练习 是的 这是我第一次把整首歌打完了 因为之前都是学一直在练习这个 就是节奏的部分 然后就是主旋律的部分 然后就是主旋律的部分 然后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一直练 然后这一堂歌是第一次把整首歌打完了 对 对 有那么一点点不错 如果还是很多部族 然后以后还要多点去练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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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